据世卫组织最新通报,疫情已扩散到213个国家和地区,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一个月超过6万例。 中国已向16个国家派出15批,共149人的医疗防控专家组。 日前,塞尔维亚国防部为中国专家组颁发了象征保卫国家最高荣誉的奖章。 我们将与国际社会继续合作,共同抗击疫情。